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4年10月28日 西侠第11轮围场将于周二凌晨进行 届时 马利卡会在主场迎战毕尔包 M直播届时将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双方近期在联赛中的争胜表现都比开季早期有明显起色 大家战绩相同 排名位居积分榜套前位置 目前看来 各自都处于可观的势头 大家都希望10月份最后一战有个好结尾 这场针锋相对的较量很可能分不出胜负 回想起联赛开季早段 马略卡连场不胜 三轮挤入一球 难掩进攻端破门乏力 一时间让雍顿为其前景担忧 毕竟他们近年在西甲较多时候要为保祖而战 给人印象就是平庸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进入9月份以来 马略卡庞扶被打通了任多二脉 过去7场联赛取胜无偿 皇家苏斯达 贝迪斯这样具备联赛 中上水准人脚班底的对手 被他们斩落马下 全靠不俗的进攻续航 球队已经连续7场破门 可惜 马略卡的上限不高 近7场都未试过单场 攻入多过两球 上级攻入3球或以上的联赛 也仅得2场 这大概是队员普遍实力不出众的体现 毕竟赛季至今10个联赛入球 只是有5名队员合力攻入 4人入两球 1人1球 还有一球是乌龙球 好消息是 主力前锋维达特梅里基上仗 伤育复出病 取得入球 他在过去2季 都是队内头号射手 接下来 马略卡有望在进攻端 迎来更多突破性表现 阵容方面 前锋前野拓膜 因伤继续缺阵 毕尔包上级取得联赛第五的好成绩 取得今季征战欧洲联的资格 可以说是跻身到西甲一流行列 回顾经济走势 虽然开季四轮 仅录得一胜一合二部 幸好毕尔包很快重整旗鼓 近六场提出四胜一合一部 此等回涌的过程 足够领观众幸福 相较于马略卡 毕尔包十场联赛 攻入17球 包括奥汉辛斯特 上轮没开二度的 伊拿基威廉士赛内 四人贡献两球或以上 这里面还未算上 西班牙国家队主力一封 尼古拉斯威廉士一球 共有十名球员 在联赛中完成过破门 足见毕尔包班底实力 比马略卡更胜一筹 但要小心 毕尔包经济各项赛事 做客录得二胜一合二部 不能算是很稳健 今轮走访主场两连胜的马略卡 必须提高警惕 需要指出的是 毕尔包近五次交手马略卡法定时间内 战绩为一胜四合 最近一次是上级西班牙杯决赛 前者通过12码才写胜夺冠 客观来说 两队在交锋记录里面 谁也不占明显上风 另外 主力门将西蒙经济一场位上 这也是毕尔包早前某些场次 出现失分情况的一大因素 一句到尾 毕尔包金扑 辉军马略卡可以接受拿一分全身而退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你的赞和订阅是我们的鼓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 bạn